三只小猪 从前有三只小猪和它们的猪妈妈生活在一起 老大的名字叫猪老大 老二的名字叫猪老二 老三的名字叫猪小弟 有一天猪妈妈叫他们三个出去见见市面 每个人自己建一座房子 三兄弟兴高采烈地从家里出来上了路 他们三个都有自己的想法 走了不同的方向 猪老大遇见了一只卖茅草的山羊 他对山羊说 我要盖一间茅草屋 于是猪老大买了一些茅草 盖起了自己的茅草房 茅草房盖好了 猪老大很高兴 心想这是多美的新家呀 这时一只狼在门外敲门说 我是你的朋友老狼 你让我进去吧 猪老大在屋里犹豫起来 我到底让不让老狼进来呢 他忽然想起妈妈跟他们说过 不要给陌生人开门 尤其是长着锋利牙齿的人 猪老大走到窗前说 不行 我不能给你开门 一条缝都不能开 老狼很生气的说 你不让我进去 我就吹啊吹 把你的茅草房吹倒 猪老大坚持说 不行 你不能进来 你这个大坏蛋 吹倒猫草房 对老狼来说并不难 他也就吹了几下 猫草房就倒了 老狼得意的对猪老大说 哈哈 现在我就可以吃掉你了 猪老大看老狼要扑上来了 一边喊救命 一边撒腿就跑 猪老二遇见了一只卖木头的海鲤 他对海鲤说 我要盖一间小木屋 于是猪老二买了些木头 盖起了自己的小木屋 小木屋盖好了 猪老二自豪地看着自己的新家 心里想 这是多美的房子呀 这时猪老大突然一边跑一边大喊 老二老二快救我快救我 猪老大慌张地说 是一头狼 咱们快跑进屋里 把门锁上 老狼跑过来 喷喷地敲门说 快点让我进去 让我进去 猪老二大声回答 不行 一条缝都不能给你开 老狼气急败坏地说 你要是不开门 我就吹呀吹 把你的房子吹倒 猪老二还是坚定地说 就是不给你开门 就是不让你进来 老狼又开始吹了 吹倒一个小木屋 对它来说也不难 小木屋又被老狼吹倒了 老狼得意地说 哈哈 现在我要把你们两个都吃掉 猪老大和猪老二 眼看老狼扑了过来 吓得连喊救命 飞快地跑起来 猪小弟遇见了一只卖砖头的马 他对马说 我想盖一间砖头屋子 于是猪小弟买了一些砖头 盖起了自己的砖头房 猪小弟一边干活一边想 我的房子一定会很坚固的 猪小弟的砖房子盖好了 他正在房顶上给烟囱加一块砖 突然看到老大和老二 喊着救命 拼命地跑过来 是一只狼 救命啊 救命啊 老大和老二慌慌张张地 拉开雾门进去 连忙说 快锁上门 快锁上门 老狼跑过来 看到了猪小弟 得意地说 一只小猪困在了房顶上 这下你可跑不掉了 猪小弟一看原来是老狼 这个大坏蛋 心里想了想 生出了一条好主意 猪小弟爬进烟风 从烟风里滑了下去 猪老大和老二都很害怕 多里多梭地说 老狼子追我们 他要吃掉我们 猪小弟说 我有个主意 快咱们把水缸装满水 猪小弟生了一堆火 然后猪老大和老二 把装满水的水缸 放在了火上 老狼在外面疯狂地敲着门 喊着说 让我进去 让我进去 猪小弟大胆地回答说 不行 一条缝也不能给你开 老狼得意地说 我轻松吹到了猪老大的茅草屋 我还不费力地 吹到了猪老二的木头屋 老狼接着说 现在我还要吹呀吹 吹到猪小弟的砖头屋 猪小弟胸有成竹 回答老狼说 哼 那你就试试吧 老狼在屋外开始吹了 他吹呀 吹呀 可砖头房 还是一点动静 都没有 老狼一看 砖头屋吹不倒 心想 没关系 我和猪小弟 一样聪明 看我的 老狼爬上了屋顶 也想从烟囱 进到屋子里 猪老大一看 老狼又从烟囱爬进来 害怕地说 怎么办啊 老狼要进屋了 猪小弟掀开水缸的盖子 一看水烧得滚烫滚烫的 说 咱们等着老狼来 老狼爬到了烟囱上 准备从烟囱道里 滑到猪小弟的屋子里 老狼想不到的是 自己掉进了滚烫的水缸里 猪小弟还把盖子盖上了 老狼被烫得大喊 哎哟 烫死我了 快让我出去 猪小弟得意地说 只要你保证不再骚扰我们 我就放你出来 老狼赶紧回答说 我保证 我保证 保证不再骚扰你们了 老狼吓得急急忙忙地 跑了出去 再也没有回来了 猪老二高兴地说 现在我们再开始盖新房子吧 猪小弟帮着两个哥哥 盖好了他们的新房子 等猪妈妈来的时候 他们三个都有了自己又新又坚固的家 猪妈妈说 房子真漂亮 孩子们 我很开心 你们用砖头建了自己的房子 猪老大说 盖草房虽然省力 但不结实 以后我要多花力气盖砖房 猪老二也高兴地说 盖木房也不结实 以后我也要多花力气盖砖房 猪小弟说 好 让我们一起来盖一座大的砖房 把妈妈也接来 大家一起住吧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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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